去一個五天花 怎樣 超級扯 急扯 抵達北海道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先去超市買一大堆水果 跟零食 因為在超市的東西最便宜 所以我們剛剛買了 麝香葡萄 然後還有一大堆的橘子 然後酒 下酒菜優格 接下來要開兩個半小時的出去飯店 掰掰 我們這次去北海道賞花超級的美 那我也在旅途中呢 就仔細的一筆一筆的計較 為了就是要跟你們分享 在旅行的時候究竟是 自由心比較省錢 還是跟團比較省錢呢 我相信這是非常多人都有的疑惑 因為大家一定都會想說 自由心比較深 我可以選便宜的機票住宿 選自己要的行程景點 一定比較划算 所以我這次呢 就跟記帳程式合作 然後一一的把我這次的旅行花費 全部都記下來 那記帳程式呢 其實是我已經用了非常久的一個APP 我覺得在記帳初期 就是如果你真的是非常不愛記帳的話 用這個APP 你真的是可以 培養一個很好的記帳習慣 像我現在每天起床 很療癒的事情就是打開 它真的超級的可愛 我覺得像是類似模擬程式版的 記帳rush 這次呢我就直接用了記帳程式 他們最新的這個 財務長2.0 我覺得這個對很多理財經手來說都非常的實用 因為它很像是你自己的理財白金小秘書 它是一個付費訂閱制 但是非常的便宜 記得先點影片底下的描述欄 它有一個免費試用兩週的功能 然後我底下還有一個小活動會送你們鑽石 所以你可以趁這個時候就趕快去下載了 因為使用記帳程式這個APP 整個都是免費的 它也不會有太多的推銷 所以我覺得這個介面跟整個環境 都是我非常喜歡的 我這次才會再次的推薦給你們 大家早安 今天早上 吃完早餐之後呢 我們先來 柳悅 然後他跟柳花亭那些 北海道很有名的甜點店超像 可是因為這邊觀光客很少 幾乎都是日本人 而且他的蛋糕超級好吃 很推薦 可以來 剛買了磁鐵 500加1200塊 OK 今天 因為磁鐵花了好多錢 好可愛喔 我們晚餐的餐體旁邊有小路耶 財務長2.0 他很可愛的是 他除了原本記帳層次的內容之外 他就是分派給你一個記帳小秘書 你先點選左下角分類報告的地方呢 你就會看到你一整個月份啊 或是你每天的消費紀錄 他有一個功能就是 他可以分配不同的帳戶 所以我就特別替這次的北海道 要設立一個北海道旅行的帳戶 因為我知道 一般人真的很常會在 平常的時候是很刺檢用 但是旅行的時候全部花光 如果你是需要存頭款 或是存一筆存款去做一件 你夢想中的事 那這個方法是不可行的 因為你辛苦存了錢 會在旅遊的時候全部花光 不自覺的花光 尤其很多人在旅行的時候是沒有記帳 像我這次在旅行之中記帳的時候 我真的是被自己嚇死 就是花的錢比我平常一個月的開銷還要多 真的很可怕 大家還是要試著記帳 然後知道自己的開銷 那這個帳戶呢 就是要來分析我這一次北海道旅行的時候 到底是自由行比較省 還是剛才比較省 那為了公平己見呢 我這次的自由行的行程 幾乎就是跟著那個跟團的行程走 整個花費跟有趣的行程也都會是差不多 我們來試試看 用這樣的行程 加上如果是註冊自駕加油那些費用 花起來到底是哪一個差比較多呢 現在應該可以看到吧 其實有點驚人 去一個五天花了五萬九千塊是怎樣 超級扯 我自己看我那個嚇死 就真的沒有比較省 因為跟團的話 大概一團就是花四萬九千多塊 然後我們自己的所有的支出 你看我的食物的支出居然要兩萬多塊 然後娛樂一萬六 交通要一萬百 其他消費沒有到很多欸 然後住宿算起來也不少 去北海道每天都在吃冰淇淋喝下午茶 食物真的是超級多 自由行的話 你可能開車真的要開很久 然後兩個人如果去的話 你一天要開個兩三小時的車就會很累 可是跟團你上車就可以直接睡 但自由行就是你可以選擇你喜歡的住宿 你選擇喜歡的景點隨時隨地想要調動 你在這個地方發現這個富田農場的話很漂亮 你想要多拍五小時你就多拍五小時 可是跟團的話你可能就是等一個小時兩個小時就要趕快走 這就是不同的行程的取捨 可是我在這次我自己真的實際的記帳之後發現 兩個真的是差不多欸 因為假設自由行我覺得是 你事前訂好機票住宿 你都規劃好壓了一個很低的金額 假設你花了兩萬塊三萬塊去準備這個行程 可是你會在實際旅行的時候 讓你的預算破表可能也花三萬 所以你總共就花了六萬塊 跟團的話呢有點像是你在事前把預算整個挪出來 你先繳了四萬九千塊的團費 你就會覺得我已經花了四萬塊 所以我到現場你的吃喝完了幾乎都已經訂好包好 你也不會有太有額外的消費 而且現在有很多旅行團它是不進購物站 你想要花錢也沒地方花的 有點像是先規劃好預算 然後直接去玩 你不會再有額外消費 可是另外一個呢就是 你很像拿一張信用卡去刷 告訴你你有五萬塊的額度 然後一去你就會刷爆卡 但是這一趟我真的是有點打擊到 我一直都以為 自由行比較省 沒有想到 自由行真的是花費會比平常跟團還要高 因為我以前的跟團經驗 我真的是沒花什麼錢 每次換的錢我都沒有花光 也有可能是因為 你的行程都跟著團體走 你真的減少非常非常多 無腦消費跟購物的時間 因為每次回飯店店都打烊了 所以間接就不讓你花錢了 I waited for you in the passenger seat There's only so far I can ride in your dreams While you were chasing everything else but me I'm starting to break Out from your grave See I finally opened up my eyes And I saw me coming back to life 超级的漂亮 我们现在来一个雪的美术馆 超级的漂亮 這裡面就是很歐式風的 像城堡的感覺 然後它地下室這樣走出來 這邊全部冰 然後很冷 實在好美喔 還有一個很可愛的功能是 支出回顧 我們現在就來一起看看我這一次 有什麼支出回顧需要調整 像這個回顧功能我覺得很有趣 它會問你這個東西是你想要還是需要 因為這個很重要 有一些東西會在你這個回顧過程中發現 其實你只是想要它 那比如說包包衣服鞋子這種東西 就是會慢慢在這種回顧過程中 調整一下你的花費概念 你會在這個無形之中呢 去節省你不必要的開銷 有床 我覺得是需要 有些也是想要 但是我覺得是需要啦 我已經很節制 我真的很節制 羊肉絕對是 需要 陪海燈羊肉這麼好吃 怎麼可能不需要 那一餐真的超好吃 居酒屋 居酒屋一定是需要啦 完了會不會 它問我要不要繼續回顧 因為可能發現我怎麼每個都是需要 然後先有一些回顧結果 它就會幫你分類 例如說你想要跟需要的比例是什麼 然後你還可以去回顧你自己的投資回顧 例如說像你有很多類型是這個東西的消費 是不是要投資你自己的 例如說去上才藝課 去健身 買書 去學新課程 那可能都是投資自己的 所以這些消費對它來說可能就是 比較好的消費 那晚餐想必就是消費 羊肉也是消費 有錢 投資自己好了啦 投資自己拍自己影片 藥妝是投資自己 讓我變漂亮 講什麼話 支一票 消費 OK 所以我發現了 我有兩個要投資自己的項目 喔 你看它就會幫你把 在計畫投資自己的類型 拉出來你就會知道 你有時候會發現 欸這個月支出太多錢 那我是不是應該要節省一點 可是其實你有支出很多錢 是為了投資自己的 這在你回顧的時候 你其實就會對自己更有信心 你知道自己的消費到底花在哪 有為自己的未來有貢獻 你去節省一些不必要的消費 或是一些想要而不需要的消費 然後把那些消費轉換成 投資自己的方式 我覺得這也是很棒的 我們剛剛吃完了下午茶 然後要來逛街 逛一逛 然後買個冰淇淋 又買冰淇淋 接下來小聲音 滑掉喔 接下來還有一個預算的功能 其實這個預算的功能呢就是 你可以設定你每個月要花的預算 像我就會有設定一個月預算 那它就會在每個天告訴你說 你今天有多少錢可以花 例如說我今天可以花1800塊 目前的預算是到達哪 那除了月預算以外呢 你還可以設定一些 像是週預算的方式 它都會告訴你這個月的花費到達哪邊 你還有哪些餘額可以使用 我覺得這個對年輕人來說是非常清楚明瞭的 就是你不會花錢花得很痛苦 可是你又花錢花得很有規律 很有制度 然後你又還可以在邊使用這個APP的時候 邊玩點小遊戲 那心情就是很輕鬆愉快 你也不會去排刺激這樣的一件事 還有一個頻率分析 我覺得這個也是很好玩 例如說 你可以跟它一起挑戰 你有哪些支出是需要挑的 像是我真的是很愛喝咖啡 所以像它已經發現我 八月支出了三次 三百多塊的下午茶咖啡 我要不要控制一下我的次數呢 例如說我挑戰看看我接下來這個月 只喝一次下午茶 或只喝兩次下午茶 我來設定我要挑戰 它就會告訴你說 你這個月的咖啡以後只剩下一次 因為你已經支出了三次 那你也可以開始做一些不一樣的挑戰 例如說 你想要選擇減少支出的項目是 計程車 那它就會告訴你說 你的這次的計程車已經支出了三次了 你要不要挑戰控制次數呢 然後我就控制四次 那它就會一樣 幫你發出了計程車的挑戰 這個在平常 例如說很常搭Uber通勤 很常偷懶 你就可以試著挑戰看看 不要花這麼多錢搭Uber通勤 提早一點出門 搭一些大眾運輸工具 可能就是還不錯的選擇 只要人就是要比較 沒有玩遊戲的時候 然後我真的不會覺得我幹嘛要跟自己過不去 偶爾偷懶就會想說 搭個計程車 可是如果有遊戲之後每次打開 它就會覺得 剩一次剩一次 我就會在這個時候激發一些 鬥志想說 好我現在搭捷運沒關係 熱一點走一點路沒有關係 我還可以省一點錢 就會慢慢的有成就感 所以我覺得這是它的台務掌功能 裡面有非常多有趣又真的很實用的功能 The future starts right now I made a reservation But you never came So I'm checking out The fire stole away I know one day would come back around The future is n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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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每一次記帳你都會覺得好我錢又花掉 可是這個記帳程式是 你會覺得你在有一個你的小城市壯大 然後你管理了一個屬於你的小國家 不管在記帳或是之後的回顧報表 他都做得非常的仔細 有一些人會說記帳沒有用的原因是因為 你每天去記錄自己的消費 但是你不去分析或是不去統整它 不去了解你的花費花在哪裡 哪些需要調整 那你記得這個帳就是記安心的而已 因為它真的不會對你有任何幫助 可是如果這個記帳軟體是可以告訴你說 你這一個月哪些支出太多 哪些支出需要調整 或是你的收入加上你的開銷 那些你還有多餘的閒錢可以做哪些事情 它是有一個完整的報表給你 多餘的開銷有多少 你可以從多餘的地方去減少 而不是去犧牲你的生活品質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好的記帳軟體 很有幫助的事 很開心這一次我可以跟記帳成績起來挑戰一下 到底是自由行比較省錢還是更含比較省錢的主題 還結合了我的北海道旅行 那我真的覺得記帳城市是一個很好用又很實用的APP 那別忘記喔我底下的描述欄裡面呢 有抽獎會抽出小鑽石還有財務長2.0 也有一個免費試用的活動 都要點開底下的資訊欄 然後就可以看到關於記帳城市還有財務長2.0的資訊 那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下次見 掰掰 我今天的浴衣是自己穿的耶 是不是覺得蠻棒的 但是好熱喔 好 掰掰